台北股市又慘跌了 今天的行情你有沒有發現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市場昨天看到AI股破底 開始有人在呼籲了 AI股你要停損了 偏偏這個行情的時間點 大跌的盤 反而看到AI股比大盤還強 所以我們跟大家所呼籲到的 9月有尊嚴的逃命點 AI股的逃命點要來囉 今天的節目要跟大家分享 資金避風港的股票 長什麼樣子之外 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AI股的尊嚴逃命點 務必掌握喔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程訊員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台北股市慘跌 今天外資賣超的幅度 我相信讓很多投資朋友 都覺得害怕了 這個時間點我相信一句話 這句話我在8月底 還是跟大家再去強調一次 那就是你手中沒有台積電 你幹嘛怕大盤跌好不好 來今天節目的重點三個 還是一樣用兩分鐘的時間 快速跟大家來解析這個大盤怎麼看 另外來講的話 大跌的盤 大盤表現不好 你可以發現有些股票 它是資金的避風港 長什麼樣子 我們跟大家來討論 包含了昨天的盤後 很多人看到AI股破底 有人在開始呼籲 AI股要停損了 所以那個逃命點是不是就要來了 今天的節目會跟大家來做討論 好大盤的日線圖攤開 今天這個醜醜的長黑跳空 那很多人會想問老師怎麼辦 會不會破底 這個時間點 特別留意我們剛才聊到了 這種盤你手中有大型股台積電 然後長榮陽明那種股票的 你才要擔憂 你如果沒有這些股票的話 大盤跌 不要害怕 你的重點在個股 針對大盤來看的話 我們昨天有聊到 其實外資已經佈下了一個右空的區間 今天直接跳空殺了一根的長黑棒 那我跟他來聊 快速去看這一根的長黑棒 外資賣超了339億 其實這一根的長黑布局 跟我們在8月14號這一根 中國碧桂園園圍巾的那一根長黑 是一樣的布局 所以接下來台北股市的大盤 你可能要一個心理準備 接下來的行情 橫盤整理洗籌的過程 你可能會看到急拉急殺 尤其是開低急拉起來 或者是殺低之後急拉起來 這個過程 我相信逃不了 中秋節之前也許就是這種走勢 但是特別留意 所以行情在這個過程 反覆的拉扯之後 終究會回到 我們昨天跟大家所聊到 外資的右空區間裡面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所以一個重點 明天禮拜五 大盤的低點 將是一個 波段的關鍵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手中沒有台積電 你怕什麼 8月31號的畫面 我都已經聊過了 今天破底的是誰 台積電 今天外資大坎的是什麼 其實是權重股 你手中沒有台積電 或者是長榮陽明萬海 或者是長榮航 華航那一類的股票來講的話 這個其實你應該 不要太過去懼怕說 大盤這一邊指數會到什麼位置 跟你手中的持股 比較沒有直接的關聯好不好 這個我其實還沒有進入9月 我就已經跟大家強調了無數次 只是9月以來 我到了今天再次去提醒大家 這個觀念好不好 畫面都有截圖 我相信你是忠實觀眾 我們其實從今年的行情裡面 三不五時都提醒到這個重點了 所以我知道很多手抱著台積電的人 他非常討厭我 因為我幾乎從年初 那一直講到現在已經是9月底了 好不好 那當然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也跟大家聊到 還沒進入9月之前 8月份我們其實月初月中 包含到月底 我們都無數次去強調 大盤這一邊指數是以盤代跌 個股是持續的輪動 所以你可以非常有趣的發現一件事情 大盤表現的不好 你可以發現什麼 上個禮拜大盤四連紅上去的時候 破底的AI股 今天那個大盤連續下跌 這禮拜連跌4天 反而AI股今天開始出現一個 反攻的一個跡象出來了 非常有趣 那我先去加入我的Lite 小老鼠J178 今天來講開盤沒有多久 9點10分 我們就已經提醒到 雖然大盤開低重挫對不對 那時候重挫超過160點 我們Lite直接的提醒大家是什麼 你要留意的反正是什麼 個股低檔買盤拉抬的時間 那我已經聊到了 間諜恐慌挫殺 間諜恐慌你很容易挫殺好不好 10點以前 你可以去看了 今天大盤是大跌的 所以換句話講 他10點以前開低之後 就開始往上拉的 代表什麼 他今天是比大盤強的 來 我相信不用我多講 大家應該都心裡有數 他都集中在前面大盤 往上做反攻的時候 破底的AI股 來 技嘉 10點以前就開始做拉抬 那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都會關注的偽創 今天回到100塊 10點以前就做拉抬 特別留意 我跟大家聊到這個 是有重要的意義的 6669的圍影 10點以前就拉抬 等於說你會發現 前面他們的表現 其實跟大盤有點像敲敲板一樣 大盤強的時候 他們很弱破底 大盤弱 殺了一根跳空長黑 他們反而是什麼 開低走高 3324的雙紅包含了 比較少人問的3653建策 這個是AI股 2368的金像電 那包含了 當然另外一檔 2382的廣達 所以AI股 我們前面跟大家聊到 你要有心理準備 9月份 逃命點的時刻 要來臨了 好不好 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 我們之所以會不斷的 跟他來強調 一定有我的原因在 因為市場這一邊 個股是輪動的 他是敲敲板的 你有沒有發現 前面投信作帳認養的股票很強 創新高 AI股破底 現在大盤往下走 原本弱的AI股 開始往上拉 大家前面創新高 新聞媒體告訴你的投信任養股票 最近反而漲太動了 非常有趣 見準2421 你可以發現 10點以前就開始做拉台 只是他今天拉台的動作比較沒有那麼大 沒有拉到翻紅 前面好幾檔 AI股都拉到翻紅 所以你要知道市場的資金 他是不斷在做輪動的 所以你如果一直想著大盤 漲起來大盤跌了怎麼辦 真的啦 你會忽略掉這個架構 川湖2059 他也是AI股有破底的股票 今天來講的話 都比大盤 直接的那個開盤半小時就拉起來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把重點放在對的地方 什麼股票 開始在做輪動 而且 大盤在最近的動盪過程 什麼股票他是沒受影響的 你有沒有想過 你如果一直在想 連準會要升息 怎麼樣子的 你如果思考這個 你會忽略到這一點 習鴻今天來講也是一樣 開低走高 開盤不到一個小時就往上拉 來音樂達 很多人也會關注的音樂達 今天雖然沒有翻紅 但是他也是一樣 開盤半小時不到就開始往上拉了 來 所以市場 開始有買盤在對AI股來講 做一個承接的動作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這個承接的動作 他是慢慢的醞釀一個下一個逃命點的機會 好不好 那個非常有趣 昨天你如果特別留意 昨天盤後 開始有人在呼籲 AI股要停損 對今天反而馬上大盤下殺 AI股反而開始做一個 開始做抵抗 開始做一個反攻的跡象出來 來非常有趣 今天盤中 開始也有人同一家報社的新聞 我的公差時報 好不好 開始什麼 小心投信任兩股 他會什麼 作帳變結帳 這是今天盤中的新聞 因為大盤下跌對不對 你禮拜天所看到的 禮拜天同樣一個報社 他所成理出來的 投信任兩股票 他告訴你哪幾檔點名 發現四天下來 漲不動 結果今天大盤下殺 新聞出來了 小心 作帳變結帳 今天盤中的新聞 9月21號 他人家禮拜天9月17號 告訴你哪幾檔投信任兩 好不好笑 所以你還要看報紙 看新聞 看媒體所告訴你的 銘牌來做股票 千萬不要幹這種事 好不好 所以我們已經聊到了 現在的你 好 如果AI股讓你做一個 逃命的賣出的收回的資金 你要去買那個新聞媒體 告訴你 哇誰吃貨的 投信任養的要嗎 不要了啦 好不好特別留意 我們昨天的節目 已經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時間點 慢慢要進入中秋節了 你現在要慢慢的規劃 中秋節過後 會漲的股票 現在漲什麼樣子 我們節目 在昨天已經特別跟大家強調了 法人有鎖碼 但是媒體新聞沒有大勢炒作 他的股價 積極算低 還沒有創下最近這兩年新高的 特別留意三大要件 我們已經鎖定目標了 好不好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有告訴大家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把你的思維都放在 哇 外資又賣超了 今天賣超300多億 那個 行情這一邊好弱 大盤會不會破萬六 大盤這一邊會不會破萬五 如果你在思考這個 你真的會忽略掉 盤面上有所謂資金避風港的股票 好我就隨便拿一檔 2353宏基 你可以看一下大盤最近是不是破季線之後 然後破半年線 今天挑空大跌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宏基 這在幹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忽略掉的股票 新聞媒體 不會大肆報導的股票 他很多都是長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漲停盤 他沒有突破前高 媒體新聞怎麼會報導他 可是你有發現一件事 你如果懂得去做觀察 你不被大盤的漲跌給束縛住 你會發現什麼 像這種 資金避風港的股票 人家外資 早就已經鎖 一直到現在沒有變 超過三個月 人家外資吃貨之後 手中一直集中他的那個籌碼 沒有要把它釋放出去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會看到 外資今天賣超300多億 外資昨天賣超多少億 外資已經連續三天賣超超過百億的對 你有沒有發現外資 索碼這一檔股票多久 除了外資索碼之外 投信 針對這一檔股票 他怎麼樣 吃貨之後一直到現在 也都沒有動 你要知道 現在的你 你慢慢的要進入九月底了 誰會告訴你 投信任養寵愛的股票對不對 這個禮拜漲不動了對不對 反而新聞媒體 沒有人在告訴你的 像類似這一檔紅機 他反而怎麼樣 抗跌 這樣的股票 後續整理完之後 打完底部之後 你覺得他會不會進入主聲段 就這麼簡單 你現在該買什麼股票 法人有在索碼 媒體新聞還沒大肆報導 他股價還沒有創下兩年新高的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我希望說這個行情 我們已經不斷不斷的在提醒大家 甚至我們最近的這一檔的體驗股 你上個禮拜 禮拜六禮拜天你有來拿 你就會知道我們就聊到了 前面一段時間 股價不動 媒體新聞不會告訴你 但是你會發現投信外資 不管什麼法人拉高持股比重 這個就叫壓低吃貨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知道 行情它是有錢可以賺的 只是第一個 你一定要調整你自己 那個操作股票的習慣 不要看到新聞媒體那個上報了 告訴你 你以這邊來講的話 投信最寵愛哪些股票 那個 祭底要做帳了 趕快有這些股票 列表給你 14檔 禮拜天告訴你 結果4天過後 完完全全漲不動 甚至往下跳 結果開始 同一家報社告訴你 小心 做帳變結帳 市場投資人就是這樣被玩弄的 當然也許不中聽 但是我希望說這個時間點 最好是把這個觀念再強調一次 我希望可以幫助到 看我節目的觀眾朋友們 那當然我Light來講也有一個 功能鍵 左下角有一個標股體驗的功能鍵 你凡是加入我的Light小老鼠J78 這個功能鍵你好好使用好不好 我一直都有鎖定這樣的標的 我希望就是說大家你要知道 AI股 前面很強 哇大家很熱門 討論非常熱絡 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積蓄壓在裡面了 對現在落難 不是沒有救 你要知道 懂得去處理收回資金 你要設定好 我收回資金了 我要買什麼股票 我前面慘套AI股 被把人當韭菜 就是因為看媒體報導說 AI股多好 所以你才被砍殺嘛 你才被當韭菜嘛 現在你收回資金 你有機會收回資金了 你就要想 下一步要買什麼股票 而不是就是說 哇 你還是要等新聞媒體報導 不要啦 相同的錯誤不要犯好不好 好好的利用這一個 標股體驗的功能鍵好不好 那有趣的來了 很多投票有期待 AI股這一邊到底怎麼看 這是昨天盤後的新聞 因為昨天很多AI股都破底嘛對不對 你看到什麼 哎呀 股價修正三成要停損啦 AI股哇 點名 偽創 技嘉 遭到投信氣養 對 有人呼籲要停損了 哎很好笑 同一間報社啦 技嘉今天呢 比大盤強啊 我們剛才聊過啊 開盤不到半小時就往上拉 今天大盤大跌 偽創 開盤不到半小時就往上拉 10點以前就往上拉 買盤力道10點以前就出來 昨天市場開始有人在呼籲要停損了 對 在昨天以前市場沒有人跟你說 哎 AI股你要停損 除了你看9老師的節目 我告訴你要逃命之外 其他人都說 AI股這邊哎 長線看好 AI股這一邊哎 怎樣怎樣怎樣 哦 還有人攤評的嘛 對吧 我相信大家你不只看我的節目嘛 你看其他分析師的節目 你看其他財經節目應該都是如此吧 對吧 反而開始有人呼籲哎呀要停損了 對 開始變得不一樣了 微影今天也是 開盤半小時馬上有買盤力道開始接了 我們在這個禮拜開始 我慢慢的因為大概時間也一個月了 我們把前面投資朋友留言詢問 在我Lite這一邊留言詢問的AI股 我們助理幫我整理出來 最多人詢問的12檔股票 那當然啦這個表格我們會每天整理 只要收盤都會把最新的狀態 包含了法人現在的持股趨勢 把它做一個調整 針對法人持股趨勢 把它整理在表格裡面 所以一目了然好不好 那裡面來講的話我相信 我們就跟大家聊過 現在AI股的那個高價的指標股 只剩下 只剩下這個四星KY 他還在大戶關鍵價值上 簡單來說 接下來 圍影創意M31如果的反彈或者是反攻 他是變成是一個最重要逃命的關鍵 你要抓的是逃命 那你的AI股如果現在還在大戶關鍵價之上 那代表是什麼 你先去看他籌碼 如果法人沒有在做解碼 重倉砍 或者是那一檔股票 那一檔AI股 他還在大戶關鍵價之上 融資高 你還有機會賣在大戶關鍵價之上 先做一個收回資金的動作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所以這張表格 我們接下來會每天的更新 而且就是說會隨著 投資朋友 你加入我Lite小老鼠J78 從這個群組裡面 你所留言詢問的AI股 什麼股號什麼股名 你留言我的助理這邊會統計 當然因為會進來這個表格裡面的 一定都是詢問的人超過20個 那你的股票才會入列 那你如果太少人 太少人詢問 那可能就是 就因為這表格那麼密集了 我們會看哪些股票詢問度變高了 然後會增加在裡面 那個詢問度變低了 就會從這表格拿出來 好不好 隨時隨地會更動的 所以你手中有什麼AI股 你想要了解 可以透過我的Lite這一邊來做詢問 這個表格我們隨著市場上面 投資朋友的需要 我們會隨時隨地來做調整 但是每天的收盤價格 我們把大家整理出來 然後跟大戶關鍵價來做比對 然後也告訴大家 如果他在大戶關鍵價已經跌破了 這個法人不管是外資還是投信的持股部位 他的趨勢是沒有翻多的 比如說是維持減碼持續低迷的 那你要留意 那反彈上漲 你就是要變成什麼 用逃命波來做看待 好不好 只是說那個賣點我沒有辦法 那我沒有會員合約 那我沒有辦法 這邊就是直接告訴你要賣幾塊錢 但是至少我這個表格整理出來 讓你知道怎麼會用 你怎麼看 你會來做使用 你就知道你手中的AI股 現在跌破在大戶關鍵價下方 如果法人這一邊還是籌碼動向 沒有翻多 沒有回穩 沒有變成重倉鎖碼 沒有鎖碼做一個吃貨 好 反彈你要新準備 那個反彈是逃命用的 是先讓你收回資金用的 好不好 特別留意 好 那技嘉來講的話 比如說今天那個反彈 非常明確對不對 今天收盤價格268塊半 還在大戶關鍵價291塊半的下方 所以現在 技嘉我們就聊過 外資 對於技嘉來講的話 他是沒有大力砍倉的 他是持平回穩的 但是現在技嘉最 不利的地方是投信 原本認養他的投信 大力的持續砍倉 所以現在來講技嘉他變成什麼 跌破在大戶關鍵價 之後 你必須什麼 先用逃命的角度 先用逃命的這個概念 來去看這檔股票 你賣是逃命先收回資金 換到 強勢的股票身上好不好 那偽創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相信剛剛都讓大家看到 也是表現比大盤強勢的一檔股票 但你可以看到他今天收盤100塊半 還在他的大戶關鍵價下方 所以怎麼樣 這個時間點 看一下他的法人的持股趨勢 哇 外資持續低迷 投信持續低迷 代表什麼 今天這個拉抬起來後續的反彈 你是要抓逃命點的 好啊 特別留意 這個表格我希望就是說 可以幫助到更多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每天 會免費的放在我的LINE這裡 然後你每天盤後 我們都會上傳 你點到筆記本裡面去 就可以看到這個表格 我們會固定 每天來做更新好不好 那圍影這檔股票 我們剛才聊到嘛 高價的AI指標 華金收盤1380 還低於他的大戶關鍵價 現在來講的話 他就是一個非常明白 反彈拉起來那麼強 你不能追你不能買 那個盤衝看起來 開低拉起來 你覺得老師這個比大盤強 可不可以買可不可以攤品 不行 因為外資他的持股趨勢 持續低迷 投信是重倉在做減碼 原本是大量鎖碼的 後面那種逢高在做調節 原本大量持股 現在那種開始在丟 開始在做減碼 好對這檔股票 反彈他是做逃命用的 不是你這一邊要來搶反彈 我不會帶會員去做這樣的反彈 我不會搶這種反彈 因為這個跟2021年 兩年前的航運股一樣的道理 好不好 好特別留意哦 你如果懂得去對比一下 兩年前航運股長榮陽明萬海 也是一樣 這種逃命的過程 你有參與到 那當時候來講的話 你有跟隨我們的操作 拉起來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有開始在 我開始在有一些雜訊的時候 反正拉起來的時候 你懂得要去逃命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你就會知道說現在的AI股 他其實籌碼面的變化 有一點跟當年的 長榮陽明萬海有一點雷同 好不好 所以9月份我們呼籲的 有尊嚴的逃命點 慢慢要形成了 這一邊如果你需要幫忙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 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J178 讓我看到你好不好 偽創我相信大家鎖定我的節目 一個月的時間 偽創我跟大家呼籲逃命 就是這個漲停板 隔天開始的 對吧 所以只要一過大戶關鍵價就是賣 現在這個時間點9月 今天收盤回到100塊了 他的逃命點後面 你不要去想這個 很多投資朋友問我 我說我雖然不能帶你賣 沒有會員資格 我不能隨便告訴你掛幾塊錢賣 除非你是有會員合約在 盤中你問我 好我針對你手中的持股 我直接告訴你盤中 這個價格來了 掛 預掛賣出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偽創這一邊 你錯過8月份 因為第一波的逃命 你看節目都知道 父親節 這個是第一波有相信我的投資朋友 他是賣在父親節那一天 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26天 真的26個交易日 你會發現 那個差多大 好不好 那偽創接下來逃命點 我開始要帶我的會員 新辦好手續 他手中還有偽創等著要賣的 因為9月不可能這樣一路這樣賣下來 不可能 我已經聊到有尊嚴的逃命點 對吧 所以這個時刻即將要成勤了 盤中 我會第一時間通知我的會員 如果你有偽創的話 好不好 即將 我們就直接聊 你可以看到即將他是9月份 才開始破大戶關鍵價 而且是前一個禮拜 9月11號 911 你可以對比一下偽創好不好 我就這個 那個小小的 那個 泄體給大家好不好 放水給大家 現在即將的逃命就有點是來到這個時間 就是上個月8月中旬的時候 這個時間的偽創好不好 現在的即將就有點像 8月中旬那個時候漲停版的偽創 我我說那個時候要逃命的時候 我公開節目 驗證了4次對不對 我那個重播帶 我驗證了4次了 好不好 所以這一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在這個 在這個 大戶關鍵價位 盤中第一時間 你要懂得掛賣 好不好 那當然這一邊來講的話 唯一只有針對 已經有會員合約的投資朋友 我們才能夠在盤中說 有我直接一對一通知你 好不好 雖然一對一的清貸 他是那個高等級會員 但是說 針對AI股來講的話 我大概有幫 當有看到幾個 幾個新會員 手中的持股狀態 為了要幫助你們 我一樣會透過會員訊息 統一的做 放送 那一個最重要的是 你必須得 必須得 在盤中來講的話 第一個很重要的 我叫你掛賣 你就是要賣 掛那個價格賣 你不能懷疑 你不能說 老師 我買在這個還賠多少錢 不能這樣 那最重要的是這一邊來講 我已經很強調 即便我說這個會有逃命的機會 我在這一邊 也不只是跟觀眾朋友們忽略 也跟我辦好手續的新會員呼籲 你千萬不要再拿新的資金來加碼 這些AI股 千萬不要 因為這些AI股我有提醒到 他們有些人 有些股票 他是高融資的 好不好 我就先聊到這一檔台光電 台光電沒有意外 大家你可以看得到 最近這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他早就已經跌破400塊了吧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你台光電如果持股成本在430 你9月要懂得賣 我很強調430 你現在回頭來看 如果你成本在430 你現在不要說今天收盤價392 算400就好 你一張至少要賠3萬起跳 對吧 畫面的截圖這一邊 我呼籲幾天 你有沒有發現我呼籲幾天之後就沒再呼籲了 你不理我我就救不了你了 你台光電有沒有賣 好不好 我相信大家你如果回顧一下我的節目 我什麼時候跟你強調台光電430很高的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那個你430以上的台光電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你一定要賣 你要懂得賣 你不會賣 真的 現在來講一張你至少要賠個3萬塊 甚至更高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把會員訊息直接秀出來 好不好 我再問一次大家 從華星光台光電 智元高麗 這前面這4檔AI股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前面幾個月這樣下來 你從看到我從看到我節目從底部 我一路一路跟你分析告訴你 我會員有這一檔股票 我帶會員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的持股會員 我為什麼要他們繼續報 我一直在解析對不對 這些股票我要賣之前 我在節目上也一直不斷的呼籲 你要賣 你要懂得賣 對吧 華星光我賺他166% 台光電我9月8號初清 賺他154% 智元7月底 那個時候他法說會之前 我連續三天預告要賣 賺了126% 高麗 是我更早以前的代表作 我這一邊來講 7月24號一樣初清 你現在回頭來看 智元跟高麗長什麼樣子 華星光長什麼樣子 你回頭想一下 我8月份跟你預告智元要賣 華星光要賣 現在這兩檔股票長什麼樣子 9月份我跟你預告 430以上的台光電 你一定要懂得賣 現在台光電破400了 這些股票是我的代表作 你覺得 我沒有資格告訴你 AI股怎麼操作嗎 你覺得我有能力去賺到這些錢 你也驗證了8月份 我針對AI股逃命的預告了 我不是只有節目 我Light盤中第一時間發訊 好不好 凡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你絕對都不會有錯過 甚至你關注我的新觀眾 你都可以從YouTube頻道 去找到那些影片 只要你願意找 你絕對可以驗證 好不好 今天盤中12點23分 Light的訊息 我特別去把這個拿出來 你要留意 現在你要留意高融資的AI股 如果這些股價還沒有跌破大戶關鍵價 或者是他還沒有創下兩個月 三個月的新低 小心那個融資不退 馬上要輪到投信要砍倉 因為那是外資先賣的 外資先動手砍的 這些追價融資還沒退 代表什麼 高融資的AI股還沒跌夠 智原 畫面非常清楚 這個禮拜才開始破10週均線 他下面的融資 等於說 已經是幾個月的時間了 前面智原那邊看起來很強 對不對 很多人我懷疑 老師智原又沒有很弱 你為什麼要講人家壞話 對你看一下融資這樣子 我7月底這邊就賣了 好不好 不要說我沒講 我盤中Light已經發訊息點名了 廣達 這個禮拜很明顯在10週均線下方了 這個追高的追價的融資 雖然沒有像智原那麼嚴重 但是他還沒退 小心那個換投信要調節好不好 特別留意 因為 兩年前的航運股 就是因為太熱 市場上面討論度太高 很多投資人是用融資下去追 所以後面變悲劇 外資出手砍的一定是高融資 高融資一定外資先出手砍 後面投信也發現 外資砍的那麼大力 融資還不退 後來投信開始動搖 小心台光店 高融資了好不好 我為什麼要9月初呼籲 台光店你要懂得賣 好不好 他這個禮拜在10週均線邊緣 這個禮拜會不會收回10週均線 我不曉得 但是我的會員已經賣掉 獲利放口袋了 我沒有差 但是我在這一邊提醒你 你在看台光店的 你手中台光店還沒賣的 小心一下融資 追高融資 這是追高融資 他不是攤平融資 他是追高融資 好不好 昨天跟大家講的是那個攤平融資 現在是這個追高融資 還沒有停損的 好不好 台藥 好不好 這邊 提醒大家 你把融資的水位 打出來 調出來看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要提醒這件事情 川湖 破10週均線了 融資 追高融資 還沒有做停損 好不好 特別加碼一檔 因為這檔來講的話 是昨天節目影片下方 有人留言的銀幫 還沒破10週均線 還沒破10週均線 AI的機殼 那AI的機殼 一個前面幾個月的代表的股票 看一下融資好不好 追高的融資 銀幫還沒停損 小心 外資出手砍它的話 後面投信你會動搖 高融資的AI股 你要懂得太弱換牆 一樣老句話 因為 剛剛那個跟大家所聊到的 高融資AI股 有幾檔是還沒破10週均線的 但我已經提醒你 他已經不具備籌碼優勢 你不要等到他後面破10週均線 然後不具備籌碼優勢 就跟前面 我告訴你要逃命的 我告訴你不能抱的那個AI股一樣 好不好 千萬記得 刻不容緩 太弱換牆刻不容緩 現在AI股 逃命的機會來了 前面你錯過8月份你錯過了 9月份不要 再看戲 不要看節目 老師我知道了 老師我知道了 對 8月份就是很多人看戲 後面9月份發現不對 一個月的時間讓你驗證 你可以看到我8月份的預告 9月成真了 現在的你 我告訴你 AI股的逃命點又來了 你要不要掌握 我希望有緣的你 不要只是看戲 不要只是看節目 好好掌握住這個換股的契機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總是陷券